爹地我说过了你只能是我爹地 别乱叫 爹地能不能别娶其他女人 宝宝 你几岁了 五岁 妈咪你说过 撒谎会长长鼻子的 我明明六岁 宝宝 你能不能注意一下自己的隐私啊 郭总 我先走了 妈咪 你不是说我们看上的爹地 你都会满足我们吗 宝宝 顾雁池这种爹地啊 又帅又有钱 那很多阿姨会喜欢她 她肯定不会是个好爹地 顾雁池一定会成为我爹地 全球顶尖设计师 斯嘉丽到 文心仪 怎么是你 你没死 七年了 好久不见 不行 我不能让她在顾雁池面前出现 今天是我的婚礼 钱杂人的 一定不会 我可是你的亲姐姐 怎么就成了钱杂人 早在七年前 你就和文家没有关系了 你干嘛我 来人 你把我给我做出去 慢着 她是我请来的贵客 斯嘉丽 什么 斯嘉丽 你怎么可能是斯嘉丽 今天是我妹妹温如雨的婚礼 所以 我也给她准备了一份大礼 今天是我的婚礼 你不要再胡闹了 叶子你听我解释 温礼取消 那都是假的 叶子你听我说 温星仪 你确认 你只是见不得我一点好事吗 敢坏我的好事 温如雨 如果你没做过这些亏欠事的话 谁能坏你的好事 你不过 是自食恶果罢了 叶子我说过了 你确定是我带来的 别乱叫 顾叶池 无论如何 我都要得到你 叶池 你出去 我不想看到你 叶池 你听我说 我是被陷害的 视频上那个人 根本就不是我 是我那个不吃甜点的姐姐 她想要害我 我不想贴 我不管 你要是 你要是不原谅我的话 我就不走了 不走 鉴定结果出来了 你先出去吧 我们的事待会再说 叶池 你听我说 你 新子鉴定结果出来了 她真是娘